嗨,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凉,我又来了 今天已经是奇葩锦琴大厂的第四弹了 可能弹幕有的人要说最近有点高产似那啥 因为感谢你们不少同学最近私信我投了不少稿子给我 所以有素材嘛,我们就产数就能高一点 我整理了一部分,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继续看看 老规矩,孝道请扣1 如果是孝道差气,就是鹅鹅的那种 就还是扣120 那我们就继续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个,有人报警说路边草丛里有一只大熊猫 警察叔叔接到报警,狂喜啊 赶到现场一看,原来是一个喝醉酒的胖阿姨躺在草地里 给你们看现场的图 第二个,某阿姨在鸡圈旁边种了很多因素 阿姨说她也不知道这个是啥,只是觉得这个花很漂亮 然后结出来的果子又大又圆,就种来喂鸡的 鸡表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怪不得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感觉很上头 音素花呢,确实很漂亮,但是私自种植是违法行为 种植500株以上,甚至是按照刑事案件来进行处罚的 不要再认不清音素花长啥样了 那就是这个,给你们看就这个 如果还不认识我们长安网做了一期这个如何辨别因素的视频的 你们可以自己待会去搜搜看,再看一下 第三个,是两个和女朋友有关的报警 第一个人报警说,女朋友身体不舒服 要警察帮他女朋友买红糖 第二个报警说,女朋友一直在哭 不知道怎么安慰,要警察来帮他安慰一下 不是,这种事情都要警察做 那还要你这个男朋友干嘛 而且这位朋友你心可真大 万一去的警察是一个单身帅气的小哥哥 那 第四个,嫌疑犯在网吧打游戏 被抓的时候还跟警察说 等一会儿,千万不能坑队友 让他把这一把打完 还真是中国好队友啊 这位大哥,如果你把你的这份精神用在正道上 那我正要给你竖一个大拇指了 第五个,晚上 天上有一个黑影慢慢的降落下来 降落到自己家的养鸡场里去了 怀疑是个外星人,要来偷他家的鸡 这位同志,这是什么外星人啊 好不容易来一趟地球 就为了偷两只鸡吗 你看看人家的外星人,多有牌面 警察呢,最后发现原来是一个气球 第六个,接到一个报警人的电话 说自己是小偷 原来,这个小偷准备偷东西的时候 爬上屋顶,一脚踩空 下半身悬空,卡在屋顶上了 要警察来救他 那老规矩,你们觉得哪一个最奇葩 打在评论区,看看众望所归的奇葩之罪是哪一个 最后还是我们的节目的宗旨 欢笑之余呢,树立正确的报警理念 顺便学一点法律小知识 比如说那个因素的那个 你有没有在脑海中留下一点印象呢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继续给我投稿 如果你对这一期视频还满意的话 求点赞,求收藏,求感发 最重要的是给他安网 还有我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最大动力